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的安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节目的主角应该确实是电音制作人们 而不是我们歌手 加油 我们现在的压力是来到了三位的头上 那接下来的时间 在等候间当中还有三组电音人 你们如果想要发起终极FIT邀请 可以按下你们面前的FIT键 请选择 来 来 一起 都按了 二圈子 好 火星殿杨老师我一直都很就是尊重他们 也很喜欢他们对 我是真的是真心的想让自己能出一分礼对 我很喜欢我自己改编的这个老师来大名 想得到展现的机会 我们害怕火星走了 我们想试一下 因为听说如果失败了走的是我们 我们跟他换 没错 没错 而且其实我们也非常欣赏 Lexie这几期一直以来的音乐都非常的有特点 也非常的 Electronic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拯救你们 那 Lexie你可以选择是否接受任意solo电音人的终极FIT邀请 我觉得我的安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节目的主角应该确实是电音制作人们 而不是我们歌手 所以说我觉得是既是想要保留火星老师在这个节目里面的就是可以暂时安全 然后也希望给到刘菊的这三组电音人一个表演的机会 加油吧 加油吧 火星电台两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说吗 来 不知道大脑一片空白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可爱 怎么来了 大大脑一片空白 但是我我们都尊重这个尊重Lexie选择 对录他的 因为如果要是他没有选的话我们其实就被淘汰了对吧 对 小刘就想保我们俩呗 他就不想说我们一块绑定着去殉情 等于他选择跳崖了把我们留在这个悬崖边上了就是这样 ok 歌手Lexie刘伯欣请上前一步 请 做出你的最终选择